大家好,我是大伟 说到减肥可能会勾起很多人非常痛苦的回忆 很多人为了减肥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最后都以失败报告中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减肥 为什么你会肥胖呢 其实大多数人的肥胖都是和代谢有很大关系的 自己代谢不好 导致了肚子容易堆积很多的坠肉 臀腿部特别容易发胖 所以只要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代谢通道 你身体代谢好了 坠肉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减少 那么这个代谢通道怎么样去打开呢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只要跟着我去做 做上一个月 你的身材看起来明显就会有一个变化 那么我现在会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大家看完以后感觉好的 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免一划走 找不到了那就损失大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咱们只要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就可以了 这个站立的姿势 咱们从脚上开始讲 双脚脚跟并弄 把腿向内夹紧 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咱们的腿部绷紧 臀部绷紧 什么叫做绷紧呢 就是腿部和臀部 你要按进去以后 是硬邦邦的 不能是软绵绵的 按进去硬邦邦的 就绷紧的 比如我的腿 你看硬邦邦的 绷紧的 绷紧以后开始收腹 我们的腹部要向内收 向上提 把我们的胸挺起来 在这些前置条件 你全部做好了以后 我们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是什么呢 把手 你看 就是交叉在一起 你看这个手 你看 先把手背对向自己 然后你看 交叉在一起 扣好 扣好了以后 往头顶上面去举 大家注意看到没有 往头顶上面去挤 你的小腹 是完全向内收紧的 手是指向天空的 在这个姿势之下 你的身体当中的经络 气血都会达到一个最活跃的状态 你的代谢通道自然而然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姿势之下 坐上五分钟 你看 把姿势摆好 手扣好 往上去举 就保持一个五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当然 刚开始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感觉太累了 坐了一分钟左右 就感觉吃不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的身体还不够好 你的经络有些地方还不够通畅 但是你会发现 只要你坚持的坐下去 你身体当中的经络慢慢慢慢的打通了 做这个动作 不仅不感觉费力 而且会感觉特别的舒畅 我们做的时候 把所有的要素都掌握好 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 他这个腹部就是收不紧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腹部是核心 一定要把它收紧 手往上指 就这样 越往上越好 好就这样 保持呼吸 好 每天这样做一做 你会发现你的身材越来越好 这个动作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要给视频点个赞 同时没有关注我的 记得关注我微博 我是大卫 你们的好朋友 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谜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